在这片夜夜深歌的红灯区 嫖客络绎不绝 妓女们打扮的花枝招展 只为提供最好的服务 这些师祖女各有不同 既有年过三十的单亲母亲 也有年轻的在校大学生 有的身体苗条 有的体态风盈 但她们有一个共同点 都是由于生活所迫 被逼无奈才踏入这一行的 幸运的是 她们遇到了一个好老板 这个名叫丽姐的中年女人 就是妓女们的老板 同时也是她们的房东 但她只收房租 不收提成 因为她曾经也当过妓女 深知做这行的艰辛 独自一人时 丽姐总会盯着 失散女儿的照片发呆 这是她一生的痛 冬志杰快到了 丽姐叮嘱保姆多准备点菜 到时大伙好好聚聚 这时她收到单亲母亲 阿平发来的短信 现在是放学时间 阿平表示 自己房里还有客人 想请丽姐帮忙 捡女儿小花放学 下楼时 丽姐五欲修理工龙哥 便热情地邀请她 冬志杰一起聚餐 接回小花后 丽姐碰到了晴庆 她指责阿平 不应该为了赚钱 而忽略感冒发烧的女儿 毕竟自己想陪在女儿身边 都是一种奢望 龙哥正在修电线 女友晴庆递来一瓶饮料 他们相对无言 就这样沉默了许久 看到晴庆心情不好 龙哥提议过顿时间 一起出去散散心 随后两人回到了晴庆的房间 请到农时 晴庆却表现得十分排斥 不但一把将龙哥推开 还大叫着赶走了她 晴庆怅然若失 连阿龙都不明白我 那你呢 你明白不明白我 龙哥失落地回到自己的房间 躺在床上久久无法入眠 他将台灯的开关一开一盒 仿佛很享受这种 掌控其命运的感觉 最近有点不太平 接连爆出嫖客妓女被杀的新闻 小区内人心惶惶 第二天 龙哥上楼为胖妞修索 刚好看到晴庆正在接客 这让她感到非常郁闷 羞索时 胖妞无意中提到 龙哥很像报纸上的杀人狂魔 龙哥听后格外不满 蹭地一下站起身 右手用力地攥着工具箱 然后气愤地转身离去 当晚 又有一名女子倒在血泊里 次日便是冬至节 这天晚上 立姐亲自下厨做了一桌好菜 所有人都到齐了 唯独阿平母女和龙哥味道 立即给阿平拨取电话 可是无人接听 只好留言催他们下楼 众人边聊天边等 他们谈到了各自的过往 比如阿美做妓女已经五年了 思思以前吸过毒 女大学生眼镜妹 来这儿是为了写毕业论文 每个人都感谢立姐 提供了这个避风港 这时 小花下楼了 她说妈妈昨晚并没有回家 立姐有些着急 于是再次给阿平打去电话 与此同时 在这个昏暗的地下室里 手机屏幕亮了起来 阿平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看来她就是昨晚遇害的女子 妓女们接二连三地遇害 然而凶手却一直逍遥法外 她为什么要针对这些底层女人们 立姐第二次给阿平打去电话 依然无法接通 于是来到她的房间查看情况 里面空无一人 走出房门后 立姐听到了一声异响 她寻声来到龙哥的房间外 房门虚远着 里面有亮光 立姐叫了她一声 没人回应 她好奇地走了进去 只见台灯掉在地上 拿灯照向墙壁的一瞬间 她吓得后退两步 原来墙上贴满了 与胸人案相关的报纸 打开面前的电脑 里面是每个房间的监控画面 立姐赶紧来到楼下 向大家诉说了 刚刚见到的怪事 胖妞本来就怀疑过龙哥 现在疑心更重了 她十分害怕 当即收拾好行李 跟其他人告了别 来到楼下 却发现大门被牢牢锁住 无奈之下只能原路返回 立姐等人一起进入了龙哥的房间 监控录像显示 阿平最后一次走出房间时 龙哥尾随在她身后 立姐的保镖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建议赶快报警 阿美和思思却表示反对 因为阿美属于预期拘留 思思则有吸毒史 眼镜麦也发表了看法 我都认为 阿平可能还在这一等大厦里 我都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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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不出她所料 阿平确实还在大楼的某个房间里 此时的她奄奄一息 正咬着牙强忍疼痛 在地上缓慢爬行 突然 一个人被扔了进来 竟然是胖妞的尸体 阿平立刻屏住呼吸 趴在地上装死 这才幸免于难 立姐让晴晴在小花上楼休息 然后把所有房间的钥匙分给其余人 阿美和思思一族 眼镜妹 丽姐 保镖三人 各自一族 开始逐个房间寻找阿平的下落 在大楼内 除了红灯区 其他房间均已废弃 走廊里没有灯 五人只有依靠手电筒照明 思思和阿美结伴而行 走着走着 思思提出分头寻找 紧接着就走开了 其实她是毒瘾发作了 阿美闻声找了过来 忽然 思思被人一棒打晕 此人果然是龙哥 阿美惊恐万分 捂住嘴扭头便跑 龙哥紧追不舍 凭借手电筒的优势 阿美甩掉龙哥 藏进了杂物间 画面来到地下室 只见思思的四肢 泡在桶里 上半身掉在空中 她仍然处于幻觉之中 丝毫不感觉痛苦 晴晴一刀抹了丝丝的脖子 原来她才是杀人凶手 这样的快感 令晴晴首次露出了笑容 随后她拿走了阿平的手机 把保镖骗到自己房间 并将其杀害 趁这个空当 阿平爬出了地下室 并被龙哥所救 保姆找了晴晴帮忙 没想到她却一刀划破了保姆的喉咙 接着捅了阿平腹部一刀 如此残忍的举动 快把龙哥逼疯了 这名妓女一夜之间杀了五个人 女魔头越杀越欢 只要再杀三个人就能凑齐十人了 这是她从小立下的誓言 看着杀疯了的晴晴 龙哥难以置信 之前她杀过两个人 都是龙哥帮忙收的事 这次她不想再助纣为虐了 但龙哥深爱着晴晴 承诺要永远保护她 晴晴不相信她的话 哭着脱掉了裤子 眼前那一幕让人惊讶不已 晴晴居然是个双性人 她问龙哥是否还愿意保护自己 龙哥沉默不语 晴晴对她很失望 我当然记得了 你说我会一直保护 一直在我身边的嘛 最后一面是走了 另一边 丽姐和眼镜妹找到了阿美 她又惊又喜 高声示意龙哥是凶手 眼镜妹想到了报警 可拿出手机才发现没信号 一听到报警 阿美立马就走了 她只想尽快离开这里 眼镜妹来到天台 发现这里放着一个信号干扰器 将其关掉后 第一时间报了警 丽姐跟着一只猫来到了地下室 见到姐妹们凄惨的死状 她悲愤交加 失声痛哭 这边 晴晴拿着刀继续搜寻猎物 阿美正好路过 还提醒她龙哥是凶手 晴晴面无表情 直接对着阿美的肚子连刺树刀 阿美应声道地 走出地下室的丽姐失魂落魄 在楼道里痛哭大叫 眼镜妹跑过来安慰她 却见晴晴从不远处缓缓走来 龙哥则出现在她身后 就这样 龙哥用生命捍卫了自己的承诺 对于龙哥的死 晴晴深受触动 于是停止了杀戮 几分钟后 警察封锁了现场 眼镜妹证明晴晴是自卫杀人 并指证龙哥是杀人凶手 丽姐坐着抽门烟 一旁的晴晴思绪万千 小时候的记忆浮现眼前 四岁那年 晴晴和龙哥在孤儿院相识 院长是个变态 有一次 他想对晴晴下手 幸好龙哥支开院长 才让晴晴躲过一劫 龙哥笑着许下了保护她的诺言 两人度过了几天的欢乐时光 但快乐总是短暂的 龙哥很快就被人领走了 失去了保护塞 院长不仅强行猥争了晴晴 还嘲笑她的母亲是妓女 父亲是嫖客 这才生下了她这个怪物 从那时期 晴晴就立誓 要杀掉十个嫖客和妓女泄愤 直到十二岁 她才设法逃出了孤儿院 八年时间的非人生活 谁知道晴晴是怎样熬过来的 次日一早 晴晴走了 给丽姐留下了一张光盘 里面是她虐待阿平的视频 各种手段让人不寒而栗 看完这些后 丽姐泪流满面 她想起了当年自己印入狱 不得不把女儿送往孤儿院的情形 女儿手里的布娃娃 和晴晴的布娃娃一模一样 原来 晴晴就是她的女儿 丽姐打电话向晴晴道歉 可并没有获得了谅解 她痛苦不堪 最终带着对晴晴的自责与愧疚 选择了上吊自杀 晴晴回到了孤儿院 想要重温儿时的那段快乐时光 然而物是人非 一切都回不去了 她将继续生活在 无尽的痛苦之中 龙哥和丽姐 用生命也没能唤醒情境的良知 可见童年生活对人生的影响有多大 现实生活中 家长不仅要为孩子提供完整和谐的家庭环境 还要保护好他们的身心健康 这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 好了 小今天就得不到这了 亲爱的们 喜欢小电影都不得到 请点赞转发关注哦 么么哒 下期见咯